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大家知道今天有多热吗 今天我们这最高气温要达到110度 两点以后,两点左右就升到110度了 现在才是十点半,就已经95度了 所以今天我要赶快先给院子浇点水 今天一天都不敢出门,太热了 虽然我们要卖这个房子,要搬离这个地方 我还是要把这个院子打理得好看一点 要不然人家来了,你看这个院子 光秃秃的,或者是草木都已经干死了 这也会给我们这个房子减分的 所以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把这个院子搞得漂亮一点 就是给他们多浇水 像今天这个天气呢 早晨一定要浇水,下午还要浇一次 要不然这些树都会晒干的 这个院子呢,也真的花了我好几年的心血 才布局成这个样子 大家都说我们这个院子也挺漂亮的 但是跟那个豪宅相比啊,这个院子就差远了 虽然我也种了好多树 有些树呢,也已经开始了结果了 可以有收成了 但是在这种环境下,要每天给他们浇水 才能保证这些树木呢,长得好 还要每年给他们施肥 你看我今年的这个院子呢,我就没有怎么施肥 种什么都长不起来了 因为这个百香果长得很好 看今年百香果 百香果的收成是很大的 百香果特别好种 特别容易成活 你看现在这些的果实呢,还挂在这 只要变成红色的,通熟的它们就会落下来 这些地方呢,原来本来呢,想搞成这个样子 一块一块的这种小块块呢,去种一些蔬菜 结果呢,蔬菜种子撒进来根本长不起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长不起来 最后呢,挪了一颗这个,这个叫个 这个叫个什么来着,这个就忘了 这个东西也非常的好成活 而且这个东西呢,在做烧烤的时候呢 可以烤牛肉放在一起 味道挺鲜的 太热了,每个植物呢,都应该给它充点水 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呢,我都不打算带过去了 我去前几个好看的带过去 其他的都不打算带过去 那边的院子,应该已经选得很好了 你看看这边多帅 帅帅的,我都不敢站在太阳底下 站的远远地就浇点水就行了 马上就要离开这个院落了 将来不知道谁住在这 谁来接替我们这个房子 继续照顾这个花园的这些花花草草 我希望它们都能够喜欢这个 这些植物,这些树木 我希望它们把它养得更好 不要让我的心血呢,白白的废掉 这个地方晒起来真是太晒太晒 你看这些植物都晒得都长叶子 这棵葡萄树呢,我希望 以后有人能够把它打理好 我在这种了好几年了 它真的没有吃上一串 没有吃上一串像样的葡萄 不知道是缺肥料 还是我不会减脂 但是每年都有结果 你看我站在阴凉底下都热的 要出汗了 真的这个地方不能久留了 不能久留 再把那个柠檬树再浇点树 柠檬树每年的结果 虽然是非常低矮的那个树 结果结得挺好的 这棵火龙果呢 这棵火龙果呢,养了几年了 今年终于开花了 哎呀,不知道开花了能不能结果 热死了 但我都不能在这站的时间太长了 其实是这个新凉处都不能站的时间太长 太热了 早晨呢也忘了 出来也晚了 还是焦一点 这一步焦好 哎呦,已经死了 饿死了,赶快要走呢 今天这个天气都不能让小猫出来了 我刚才把那个二楼的阳台也关了 哎呀,小猫出来都会中暑的 我先生昨天就回来问 这么热的天 你把小猫怎么弄的 我说我小猫呢 中午我都让它们进来 不让它们在外面待着 待在外面太热了 我们小灰呢就很自觉 天一热 小灰能感知到这种热烂 他一感觉到热 他就回来了 他就进来了 根本不在院子呗 就我们小白 小白这个小啥子呢 动不动呆在院子里边 待在外面 不回来 不知道这个热气有多么的凶险 好了好了 哎呀,我尽量多的多焦一会儿 实在是热的不行了 水管子关住感觉 进屋 进屋进屋 外面好热 哎呀,干活干累了 躺一躺 小猫也连过来 小灰想烦 哎呀,我现在走到哪儿念的呢 在一楼 他们在一楼 我到二楼他们就念上来了 小猫也好奇的 哎呀,这些书还没整呢 这些书呀,也不用